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 好大聲喔 現在呢 我人在新莊國民運動中心裡 現在收看的是西遊盡 然後很高興今天呢 帶大家來到新莊這個地方 首先如果有人覺得我現在看起來非常的累了 對 我現在真的蠻累的 最近有點感冒 所以就是身體欠一樣 所以請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來到這邊是要幹嘛呢 我現在本人裡面穿的就是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好了 裡面穿的是泳裝啦 等一下把這個給你 對 我裡面穿的是泳裝 我今天呢就是要來這裡呢 帶大家去玩一個非常好玩 我平常假日 你常常在看我IG打卡的那個 SUP的活動 然後除此之外呢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呢 這邊目前在9月15號 會有一個非常 引進一個非常非常好玩的 水上氣墊遊樂設施 所以呢 我們就請這裡的向導 好 來帶我們去看一下 這邊有什麼好玩的 我們歡迎Q摸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新莊國民運動心 一泳池的組長 叫Q摸 欸 你不要這麼正式好不好 你感覺很正式欸 你感覺就是那種 還要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個節目是很輕鬆的 那我要再一次是不是 沒有沒有 沒關係啊 好 等一下多時間吧 好啦 我們現在就是要請Q摸呢 帶我們稍微走到 好 就是走進去那個運動中心 然後我們看一下需要注意一些什麼地方 好 好 這邊請 那首先呢 我們進來我們的運動中心可以看到 一片白癢癢的 哪有白癢癢的 對 我們的地板 喔 地板是不是 對 我們的地板呢都是每天刷 用我們的人工自己去刷的 所以呢 你說牙刷嗎 一顆一顆一顆專門 不是 當然不是 菜包布啊 刷子都有 真的假的 真的很乾淨 對 所以很乾淨 所以我們進來之前呢 我們都會要求我們的民眾呢 先把鞋子脫掉 喔 對 那就是工夫的腳踏 那我們前面都有鞋櫃可以放進鞋子 好喔 那我們就進來一半 就進吧 好 我們來換鞋子一下 對 不能穿鞋子的鞋子 可以嗎 對 可以嗎 路內請脫鞋 路內請脫鞋 好 那要換什麼鞋子呢 風小鴨 我們現在要先光腳鞋 對 所以大家來的話就是 你又穿布鞋 為什麼你就可以把襪子整個脫掉 對 沒錯 因為我們的泳池 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做游泳池 很多做游泳池 對 有很多個水池的意思嗎 對 那我們其實就擺放這邊 那個鞋櫃的部分 那裡面的拖鞋 你就可以換裡面的拖鞋 沒有 我們都是光腳鞋 都是光腳鞋可以選的嗎 好喔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光腳鞋路場 而且我發現這個地板非常的乾爽 就是不會有那種悶悶失失的感覺 對 因為一方面就是我們這邊 從小朋友幼稚園的到長輩都有 對 所以我們怕為了避免小朋友滑倒 對 就是我們年長的那個 我們年長的泳客受傷 對 所以我們把那個地板呢 就是非常的注重 我們就是讓它保持乾淨 然後乾燥 你是不是很緊張 我發現它非常的緊張 我一直想幫你接話 好 大家不要擔心 好 我們現在走去泳池 看一下這附近的環境 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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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呢 是在游泳池 剛剛說很多池對不對 對 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有很多池 那我跟大家說有什麼池 首先呢看到後面這邊是50公尺的標準池 是可以拿來用來比賽的 對 正式的比賽我們都在這邊可以擺 對 那我們呢 我們在上個月八月的時候呢 大家都覺得我們運動中心的游泳池消失了一陣子 這就是呢 我們借給了自大運的水球練習 這邊我要生氣一下 我們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 你是說傳說那些荷蘭小鮮肉 對 那些大鮮肉小鮮肉全部都是在這邊練習的 天啊 如果我知道我應該就直接坐在這兒了 我們樓上有觀眾型可以看 對 那就對了 所以他們那時候來點解說民眾可以入獎的嗎 是不行的 我們這邊尾安非常的嚴謹 對 自大運的尾安非常的嚴謹 好的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知道錯過了些什麼吧 那沒有關係 錯過那段我們現在還是可以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大鮮肉旁邊呢 我們還有我們的小朋友的細水池 就是專門打造成小朋友的細水池 對 他可以在裡面玩游泳圈啊 水站啊之類的 那還有呢 我們的男女的冷熱池 冷池跟熱池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SPA池 按摩池 還有呢 旁邊有我們的男生跟女生的蒸氣跟烤箱 對 都在我們的游泳池裡面都有 然後呢 也太多池了吧 對啊 就是來 除了游泳之外 你還可以就是 就是 享受人生 對 蠻好的蠻好的 然後呢 還沒有結束喔 好 還有什麼 在我們 一個角落呢 還有一個25公尺的 練習池 來 我們到這邊看 好 好 開玩 練習池跟比賽池差在哪裡 練習池跟比賽池差在哪裡 你們有沒有發現它整個整整小了一倍嗎 對啊 蠻小的 可是呢 在外面的游泳池呢 通常呢 很多地方都是只有一個25公尺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25公尺的池 就是25公尺的池 就是一般比較多人會看到 對 大部分呢 我們外面的游泳池啊 都是25公尺 對 比較少有50公尺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專業的 一個訓練游泳的地方 對 是的 沒錯 那我們這邊呢 也有推動很多課程 包括潛水 還有呢 水中有氧 以及幼兒的課程 幼兒 多幼兒呢 多幼兒喔 兩歲開始就有了 哇 所以你等於是小寶寶 可以帶來這邊練習 對 沒錯的 那呢 長老呢 我們到 七 八十歲都可以來這邊有成人班 也蠻另類的誒 這就是什麼都有誒 對 什麼都有 等一下我問一下 假日這邊會很多人嗎 喔 假日也很多人 假日很多人 對 假日很多人 平日人都很多 而且我發現那件事情是 因為其實我眼前有一個 非常非常巨大的 水上的 這叫什麼東西 設施嗎 對 水上設施 對 首先 先看一下我們前面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太激動了 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個水上設施呢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 就衝著它來的 好 你要不要趕快介紹一下 又空不及大到這一邊 對 那這個呢 我們通常外面呢 都只能看到可能 一座 氣墊座的溜滑梯 或是氣墊座的游泳池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是結合了 小小的游泳池呢 還有呢 我們很多的障礙的東西 就有點像 紅白大勝利對不對 對 沒錯 平穎的在這邊比賽 可能兩個人比賽 看誰比較快跑啊 超級綜藝的耶 就是 如果今天你跟你朋友這邊來玩 你就可以拍一個自己的 紅白大勝利 是的 那我們呢 這個 這個氣墊呢 長達50公尺 整個50公尺滿滿的池 都是氣墊的活動 50公尺啊 那還滿大一座 所以我們等一下 其實就是要來玩一下這個氣墊 對 沒錯 就是我們其中要玩的東西 那 玩這個 玩這個它有沒有什麼 時間限制啊 你幫我介紹一下它什麼 我們這個活動呢 是從每個 我們是從9月15號 到我們10月31號 對 然後呢 每天早上9點 到晚上8點截止 喔 中間有中場休息嗎 喔 有 我們中場12點 12點到1點的時候 是休息時間 OK 我們會清場 好耶 好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 除了要來玩這個 水上的這個活動之外呢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一下 這邊也有開的課程 就是我剛剛說 我平常 假日也會跟朋友去玩的 你可以介紹這個 SUP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SUP的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立獎 跑板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個 國民運動中心呢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呢 就是要來這邊參加 他們的SUP的課程 然後呢聽說教練非常帥 對 非常帥 非常帥 我們歡迎史上最帥的教練 James 耶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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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James 歡迎來到新莊玩SUP 那Let's Go Play的行程有非常多 那室內課程它就是一個 最基礎的活動 最基礎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水 他不是他不怕 我不怕水 但是如果你很怕水 你可以先從這裡開始 沒錯 那在介紹SUP之前呢 現在介紹一下這個教練 他本身呢是我的私人好友 我們平常呢 就是周末的時候 他就是領隊大家賽出去玩 剛剛你是以為我要講這什麼 對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沒有啦 所以我們平常假日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就很常辦一些 戶外的一些活動 或是課程 帶大家去看這個 台灣的美 台灣泰美 去過哪個地方可以 前陣子你有帶我們去 租台語看日出 然後還有那個 我不是去本鳥的地方 就是東岸啦 其實台灣東岸就真的很漂亮 超級美 山壁你知道嗎 比那個比天還要高的山壁 就可以滑在山壁旁邊 摸著山壁喔 看到東西都鑽 清水斷崖對不對 因為前陣子呢 我們一起去玩SUP的時候呢 就有人cue說 就是我破的照片就有人說 請問這是在哪一個國家 不好意思在台灣啦 就是在台灣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們的粉絲團 Let's go play 是 去看他們的粉絲團呢 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嚇死人的影片跟照片 好好好 那你今天要教大家什麼 今天 其實在游泳池玩SUP啊 今天搭配了就是 新莊國民運動力這個 水上氣墊活動 SUP就像是一個工具一樣 可以讓你帶到處滑來滑去 就是有點小船的概念 對 它就是小船 站著玩 趴著玩 坐著玩 你要掉下水玩也是可以 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放大版的浮板 對 放大版 你怕水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快 很好的入門 一個活動吧 戶外活動 一個新興運動 其實現在非常好 那SUP是什麼呢 它的縮寫叫做 Stand Up Paddle 在台灣叫做 戰力式滑獎板 就是要站著滑 所以如果你 你都一直跪著滑 坐著滑 不敢站起來 那小船就喜歡獨木走 所以一定要體驗它站著滑 你一定要想辦法挑戰站著滑 而且我發現有個更棒的地方 因為 玩這個SUP的人 因為你必須要用你的全身 腹部核心的力量 所以你滑久了 不自覺喔 身材就變超好 不自覺肚子就餓了 這樣子 就會吃多一點 好好好 再來介紹一下 OK 那我們每個人都拿一支獎好了 JUSTY要不要一起來 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教練 JUSTY今天也要加入我們 一起來滑獎 好 其實SUP很簡單 它就是一支獎跟板子 它就能操作的一個運動 一支獎跟板子 那獎子我們統一會讓大家使用 就是助學者會使用 就是兩件式的獎子 所以我們要先把獎 放在腳前面 把它調整高度 好 這邊上面可以打開 拉高 拉高 不要拉到天上 拉到你頭上一掌的高度 就是你可以使用的高度 OK 大約就可以稍微扣起來了 要認準一下 好 大家都有經驗 所以你速度放快 好 速度放快 OK 那很多人說獎幹嘛 都查教練 因為待會兒滑行的時候 這整個pedal 就會全部在水裡面 OK 獎就是這樣用 在家裡有沒有幫忙 幫我把它掃地過 有有有 很孝順 所以滑行的時候 就像拿掃把一樣 滑 滑 滑 OK 好 那再來我們要看到板子 好 板子 SV板 目前在全世界推動的這麼誇張的快 就是因為它非常方便 這個現在看到都是充氣型 所以它是可以折得很小嗎 對 所以我們非常愛帶出國玩 所以最近就有教練準備要去一個很酷的國家 哪裡咧 冰島 好 冰島 所以教練待會兒之後 過幾個禮拜之後 就要帶著去冰島 沒錯 再接他們的引擎 話說我們是一起去的 對 好 OK 好 充氣型的板子好 就是攜帶方便之外 它在就是玩的時候 也降低比較相對的風險 它撞到就不會像硬板這麼痛 好 那板子呢 它是有分前中後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彈性繩 彈性繩 這是我們在做一個長期 行程旅遊的時候 可以放東西 還有一個非常棒的事情 如果你想挑戰海上野餐呢 非常適合來玩SUV 對 因為可以把所有的食物啊 什麼野餐籃 都就是扣在這 然後滑到海上 然後大吃一場 我們常常看到朋友就是在上面玩的時候 就是面對面 它沒在滑 就兩個面對面在開槓這樣子 然後喝啤酒啊 但是垃圾要記得帶回來就是 對 一定要自己收好 沒錯 好 介紹板子 前面是彈性繩 然後正中心它有提把柱 那提把柱的目的 是要讓你可以輕鬆的提起來 多輕呢 你看它拿來看 好 我拿來看 結果 它其實真的蠻輕的 其實真的蠻輕的 你看我這麼小一個女生 對 女生都可以carry起來對不對 所以 它是空心的 大約將近快要10公斤而已 那正中間它有提把柱 整個板子的重心就是中間 尾巴呢有腳繩 那腳繩的目的呢 是在下水的時候一定要綁在腳上 因為 板子如果跟人離開以後 我要可以馬上把它拉回來 不然在戶外 或是在比較危險的地方 板子跑掉你是用我都追不到它的 而且板子其實就有點像你的 救生衣的概念 它就是一個紅板 你就算直接被捲到浪裡面 你還是有一個板子拉著你 沒錯沒錯 好 那當然初學的你可以不用擔心 我們還是會跟你穿上祝福衣 比較安全 可以讓你穿下去的時候 一定會浮起來好嗎 祝福衣是祝福你嗎 祝福衣是幫助你浮起來 對 它就是浮在肩膀椅上 Blasting 我說Blasting的衣服是什麼 原才好笑的 好 OK 待會下水的時候 雙手放在板子上面 像在做一個四足跪姿一樣 膝蓋跟手都是你的腳 好嗎 你確定穩定度 好了以後你可以讓自己 跪在正中心做好 這支是最基礎的跪姿滑獎 這支滑獎 獎只要拿中間就好 不需要拿到上面 好 拿中間就可以了 我們滑行的時候 就像游泳一樣 手抓得越遠 拉到水越多 它就會越輕輕越快 左邊滑久了還是會外掉 我們就要換邊 換邊 插手交換 一樣就要滑行 它可以前進 它可以煞車 在於你控制 所以這支槳 就可以帶你環遊世界 哇 好精采喔 好期待去冰島 好 再來就要站起來 對不對 站起來雙拳拿著桿子 頂著板子以後 用你的眼神去抓平衡 看著前方不會動的物體 看著它 然後慢慢站起來 這時候一定會晃 再怎麼晃 晃久還是會停下來的 我們就可以拿到最上面 開始滑行 那滑來SUP 絕對滑 玩起來要帥帥 不要這樣子很緊張這樣 所以請你把身體放輕鬆 用身體的力量滑行 用身體的力量滑行 你就可以開始走馬看滑 看水上的生物 或是看美景 不需要一直看著自己的板子 看自己的腳 看你解釋好生動喔 對 因為我已經看到那畫面 就是哇 那是怎麼海龜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回來 SUP的時候 對 我記得那時候在學的時候 他說你不要看地上 你要看著遠方 就跟溜滑板啊 溜各種 就是需要普衡的東西 這樣子 可以幫助你 因為你的視線其實真的是 我們多半是在 如果就是滑SUP去看風景 所以你眼睛如果只有你的腳趾頭 那你的風景就准 你就回來想說 我直接都看著你的腳 OK 這樣可以下水囉 好 我們要下水了 我現在迫不及待了 我要去換衣服了 耶 我現在換好衣服 我們現在都在水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教練本人 已經坐在上面 我今天要加入教練 坐在他的板子上 然後呢 SUP其實不只是一個人可以滑 就是你不一定要當個Lonely Boy 你也是可以 雙人 那時候如果哪一天 你就覺得 你不想滑 你就帶你的男友 或是你的伴侶一起來 就OK的 好 下水一樣 下水 對 像教練剛剛說的 要先把腳繩綁上去 腳繩綁上去之後 就覺得自己變得很帥 然後呢 上肢嗎 對 一樣就是低櫃子 四足櫃子把它櫃好 好 然後才把中心拉高 拉高 OK 好 我們讓我試試試看 你可不可以載怎麼跑 好 那我現在就是 我先載你是不是 對 先載你小段 我來載一下 我來載一下 教練 等一下呢 如果覺得它過之後 我就會把它推下去 好 來試試看 好像還OK喔 在滑行的時候 你看你的手其實就是一個 固定的一個 立鋸 而且真的是肚子會一直用力耶 對 靠邊啊 靠邊啊 好 這裡起來沒關係 好 你幫我推 OK 現在因為搶地的關係 不然在海上是沒有邊邊可圓的 好的 好的 那教練我問你 這SUP除了這樣滑來滑去 還有什麼其他好玩的嗎 其實SUP它最簡單當然就是 休閒巡航 那我們現在 活動最喜歡推的一個活動叫做 水上提示人 SUP Fitness 它就是把教師的瑜伽課程 跟提示人課程 轉移到就是 在水上做 你需要在板子上面做一些提示人動作 瑜伽課程 所以在水上可以做瑜伽啊 對 很多瑜伽 其實瑜伽整個挑戰啊 多半它會在一個就是教室裡面 是對著水泥牆壁 對著室內空調做瑜伽 而今天轉換一個地點 我們在SUP板上 在戶外湖邊 在海邊 可以吸收這樣的分桌機 然後從事它最喜歡的瑜伽課程 其實最近好像其實蠻流行這樣子的 活動常常 看到很多人在分享這樣的活動 那除了瑜伽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也很high的 其實SUP當然 衝浪 它是一個有玩的方式 就像一般衝浪板一樣 我們可以拿這個板子戴著腳 就可以笑到非常多的浪 那現在其實最紅的 比較推廣最好的 是叫做X3 Racing 就是競速比賽 競速 像我們這樣的玩家 我們玩一玩了以後 我們開始滑得很快了 就會想要 滑得更快就會去比賽 我跟你尬起來好不好 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因為場地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衝浪 然後也沒辦法做瑜伽 因為有瑜伽老師 所以我們等一下應該是可以來 競速一下 比賽一下 好耶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雖然現在這個跑道有點迷你 但是我們等一下就是跟 後面這個 Justin 一起來滑 看誰尬的比較快 看誰尬的比較快 那你就這樣 我來跟他幹好了 好 那我要放成這 等一下 他點掉下去 這後面太酷了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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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耶!我們準備好了 現在呢我們就是要來玩這個水上設施 但前提是如果你是要來玩每當機能穿救生 但我今天就是要那種 帥帥的 帥帥的 所以才有最快四塊 沒有我們今天就是為了要玩具好玩的效果 所以我們超快的會游泳的人 所以如果您可以自己游泳沒有法 我們記得穿救生 耶! 救生! 我願意 OK! Are you ready? 耶! 耶! 我現在的目標是那盒黑色的開光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會玩 如果能打到終點的一個球場 我打到那一個球場就開始把他跳起來 但是過程當中呢就是 你願意的才行 好喔我們要開始囉 OK 5 4 3 2 1 GO 5 等一下在太黃了嗎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上坡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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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麼辦 這怎麼辦 這個怎麼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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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連滾帶 不是連滾帶爬的意思 OK了嗎 太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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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快 先生 你還好嗎 先生 先生 你還好嗎 啊 甚深 加油 你再去打跳的 先去一點那還好 我要跳水了 我要跳水了 加油 爬大的 加油 跳的好笑 加油 好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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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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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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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擋不到了 你要擋雜力一點 他邊沒有跳 你擋雜力一點 WOW WOW 再一個 再一個 好爽 這個怎麼打 這也蠻難的吧 啥大的要 這個問題有點 啊 快點快點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真的太好玩了 還好嗎 各位 這個遊戲呢 非常適合 全班同學 我是一家大小來這個地方 教練 教練好嗎 教練 我想要當貓貓草 好累喔 教練 教練還好嗎 就不管教練了 我們今天啊 西遊進了 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 要來 新中全國 全公 全公 新中 新中 新中國民運動中心 來玩SUV 還要玩這個水上設施 就到十月地而已喔 掰掰 掰掰 耶 啊 啊 自己炸了 欸 拉低的 酷喔 哈哈哈 好像彈也一樣 喔 啊 太夠了 好 翻了 好 翻了 哇 啊 啊 啊 應該是會撞在一起啊 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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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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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